大家好,我是顾爱秀产 今天是2021年的12月8号 咱们来做一下复盘 那么今天的话呢 给出这样的一个不错的阳线 不管是商政还是创业版 分门收红 而且呢 呈现的是 基本上算得上是铺涨的一个结构了 那么怎么去看呢 说亮阳到底是耍流氓还是反弹的开启 那么像金融新能源 包括呢像军工科技 等怎么去看 好 那么我们先看指数 那么对于前面的态度呢 像商政和创业版要区别去对待 那么对于商政指数的 咱们前面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 两个位置 一个呢是上周尾阳线的实体部分 只要此处没有阴线覆盖掉 把它给跌破 还属于多头控盘 多头占有的一种状态 好 第二个位置的话呢 就是350 那么我们来看前面的话呢 一根阴线两根阴线 昨天尤其是昨天给出明显的 带有明显的长下影 那么它自当时讲的是一种高低切换 或者是一种挑战换苦的一个视角 但是呢它还是属于多头控盘 所以它向下的话一看 上周五的阳线实体 第二个看350 那么今天的实际上是给了一个 从开线表达来讲是强的 今天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光头阳线 而且的话呢是属于 小突破 就是把昨天前天两天的阴线给覆盖掉 而且呢也突破了前面的 就算给出阶段性新高 那么从3448点以来 属于一比上的延续 从这个维度来讲的话呢 那么它实际上是强势的 那么从量能来看的话呢 今天是属于微微缩量 微微缩量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对于上阵之数来讲 更多的还是属于 短线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来讲 还可延续 那么 再往后面的一个跟踪视角的话呢 就可以把今天的阳线尸体 作为防守卫了 只要说今天的阳线尸体不破 那么还可以去往上去跟 好 这是上阵指数 那么 同时呢也可以把它作为什么 作为一个斜向上的 这样的一个上行通道 来去对应 好 这是上阵指数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态度 好 这是从日开来来去看 那么在分钟图 在分钟图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剧情 咱们在昨天 对它的一个态度的话呢 甚至还是可以把它作为 五分钟中书延伸 然后的话呢 这个位置是作为五分钟级别三点买点来去对应的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反而不用慌 只要说呢 不破前面的上周五的阳线尸体 以及下方3550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还是 就是对于上阵指数还是偏 偏乐观的一个视角 或者是偏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跟 那么今天呢 给足突破前面 就这样的高点 高点过 做到后面的跟踪视角 为什么还能够失去跟呢 只要不破今天的阳线尸体 后面呢 它完全可以这个位置呢 五分钟现在上 五分钟现在上 一可以惯性可以延续 如果走得强大的话呢 回撤连前面高点都不接触 它属于内三买 五分钟内三买 如果接触的话呢 它完全可以组建第二个五分钟中书 然后呢 再期待一个上阵的一开段 好 这是上阵指数 好 那么后面的话呢 跟踪视角 就以今天的阳线四地 作为跟踪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再看创业版 那么创业版指数呢 今天也是给出这样的一个 跳光高开 给出这样的一个 反暴的阳线 量呢 也是属于缩量的 但是今天 它的一个反暴和 上阵指数的不同 指数上阵指数 是属于突破 新高 而对于创业版指数来讲的话呢 它是破位之后的反抽 好 这一点的话呢 还是态度还是不变的 就是今天 虽然是跳光高开 但是今天阳线呢 是被昨天阴线 尸体的范围之内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来看呢 对于创业版指数来讲 前面这个平台 小平台的破位 以及下方这样的一个 趋势线的一个破位 依然有效 就这个位置呢 除非什么呢 除非能够带量 重新回到这样的一个 小平台的上方 出现这种强底分 那么才可以去乐观 否则的话呢 这个位置防范的是 从高过之后的话呢 防范的是二次 二次探底 或者是二次回落 还是对于创业版指数的 一个态度 就看它后面能不能补量 能不能出现这种 强底分的一个范畴 好 这是对于创业版指的 一个视角 那么再看板块 从板块的一个维度来讲的话呢 那么从 以今天的一个表现来看 那么从体裁的视角来讲 像这两天像中指头像 阳基改革方向的话呢 是有所走强 再者的话呢 像军工 然后像能源车方向 其实那几分为几个阵营 一前面连续两天 急促调整的像新能源 新能源车也好 像储能也好 风能也好 等等 力电池 好 另外一个方向呢 就属于军工 再者的话就是科技 科技里面的话 不管是像武器也好 像芯片也好 像华为 像对应的 像大数据区块链等等 就是咱们前面讲过 对他的一个视角 就是对于科技来讲的话呢 需要用更长的一个时间周期 更长的一个视野 反复去跟 因为这里面呢 他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 更考验 折骨能力 折食能力 跟考验节奏的一个把握了 好 这是科技方向 那么像军工的话呢 近期还是保持这样的一个活跃的一种状态 保持活跃的状态 但是高潮之后容易分化 那么分化之后呢 还是考验折骨折食的一个节奏 它是一个最起码近期是保持活跃的一个方向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今天呢 再具细分 例如像金融 金融的话呢 那么今天 一个是 证券 证券表现比较强 再者的话呢 像酿酒回归 这也是助推 今天的指数能够走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然而证券板块的话呢 咱们前面对他的有一个态度 就属于当前 创业板和主板要区分去看待 而对于金融里面的重点是看证券的 证券的话呢 它的持续怎么样 就要去跟有没有分享表 那么今天证券板块呢 实际上是 亮人和主天 微微有起来 但是它的一个表现的话呢 其实比较符合咱们前面讲的一个什么节点呢 用低吸高抛的一个视角 可以去跟持续性如何的话呢 那么今天有一个证券板块 有一个掌停板 那么呢 可以去观察后面能不能 就是近期 对于证券板块来讲 它的一个掌停板的个物呢 都没有组出这种标杆的一个作用 但是呢 一旦出现唯一的掌停板的时候 就要后面要去多去留意 一旦有费向标 有持续方量 那么板块才能持续 这是金融 然后我们再来看的话 例如像周期方向 那么周期方向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像西区资源 像西图 像有色 钢钱 电力 今天呢 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游泽表达 只是呢 煤炭 出现这样的一个分化和回撤 新能源的话呢 那么昨天 前天是属于领跌的 或者是属于重灾区 那么今天是属于 快速的 或者属于非常明显的 全面的这样的修复 所以说呢 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呢 那么当前 从个物表现来讲 今天还是表现还是可以的 那么从板块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呢 其实更多的还是一种轮动 从直缩的一个视角来讲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还是 围绕着一些活跃的板块 活跃板块的话呢 那么对于像 锂电池 促能 这些方向的话 像光伏 这些方向的话呢 还是保持 警惕的一个态度 而对于一些底位 底价的一些方向的话呢 还是 不管是从科技方向 从 一些底位的科技 包括呢底位周期 包括呢 像 对应的 像 军工 像汽车 汽车电子等等 这些的话呢 还是值得去 因为汽车电呢 它的量堆始终在 所以说呢 还可以去跟 但是按照一定的节奏 买点买卖点卖 好 这是对于 今天的一个复盘的一个情况 那么接下来怎么去看呢 接下来对于我们的 商政指数来讲 短线的视角来讲 当前是 可以持续往下去跟的 后面观重点 重中之重 在于有没有 主攻板块形成 有没有量能持续性 如果说量能 后面呢 如果说明天 说再涨 如果明天再涨 量能能够放大 它是续命的 它是属于延续的 如果说明天再涨 但那量能持续 不能放大的话呢 那么就要找卖点 它是属于什么呢 它是属于震荡上的节奏 你不能连续的 阳线之后去追 你不能连续的 阴眼之后呢 就去 盲目的恐慌 好 这是对于指数的一个 视角 好 这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记得赞赏 好 再见